很多場合都很難忘 老公在中段有意外,他會離開這個世界 亦是因為這個原因,他經常會有幻覺 是你殺死我 所以在拍攝時,很多時候會對著空氣 或者在情緒上 都會在一個很崩潰的臨界點 是你,是你隔壁的老爸剩下我的 不是,沒有,我真的沒有跟他隔壁 每天拍攝好像… 好像處於一個很悲傷 一個很…很大壓力 但有很多秘密不可以跟別人說 一個很崩潰的狀態 我想這是在拍攝和我自己的生活上 會需要有很多的調節 但其中一場我自己也… 說說拍完,拍完之後 回到家都會發惡夢 會想起的就是… 我想真是被爸爸打的場口 坐牆 沒事… 因為在一個人生當中應該都沒什麼… 沒有真的試過被人打、擋 或者有些身體的碰撞,都是沒有 所以到我們真的拍攝的時候 其實當龍哥是一個很專業的演員 我們大家都會覺得很想呈現一個真實感 所以我們很多的場口 都是真的刮下去 但真的每一巴… 都很實實在在,有血有肉 開始 我沒有了 沒有,我打我一次也不相信 幸好我能閃得快 因為太逼真了 所以現在是需要時間去平復 你有沒有被導龍哥震懾到 你…有這樣的爸爸 什麼也震懾到 所以我到现在 我一想起 我都会起鸡皮 每一天拍摄完回到家 其实都好像有一个石头 有一个屈结在胸口里 所以完开 收工之后自己 每天都可能要做一些meditation 或者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就是去吃东西 放松个人 才能够第二天再重新投入拍摄